2015年结婚的神雕小女黄晓明 Angela Baby 婚便传个没完没了 六话晚间Angela Baby 突然在微博上发了爆炸性宣言 第一句就吓死人 我认识黄晓明的时候 她告诉我她单身 最近黄晓明和交往三年的前女友李飞儿 两个人在综艺节目 乘风破浪的姐姐二同台 让Angela Baby的昔日小三传闻 又再次被提起 忍了十年的Angela Baby再也不忍了 微博发文直接点名当事人否认此事 工作室更是发声明扬言 要对造谣者提告 而两个人相识于2009年5月 当时黄晓明在台湾拍摄电视剧 和Angela Baby甚至在台湾的KTV认识 当时Angela Baby完全没有黄晓明的知名度 只是一个小模 也没有拍过任何戏 直到两个人认识交往结婚 婚变的消息从来没有停过 黄晓明的前女友李飞儿更跳出来暗示Angela Baby是小三 Angela Baby第一次在微博上首度替自己发声 甚至还称呼黄晓明是黄先生 这是不是有猫腻啊 被吃瓜群众认为这是在划清界线 Angela Baby无奈表示一直以来都不想解释 因为一来认为自己的日子自己过好就好了 二来主角是黄晓明与李飞儿 如果要解释应该由南方来出面 Baby的怒吼十年过去今天选择自己站出来 不为别的只为肩膀上的担子太重 更直言不想再帮别人扛这口锅了 最有趣的幕后互动都在中天娱乐频道 打开YouTube搜寻中天娱乐频道 按赞订阅加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 精彩新闻不漏洁 Здесь,我开启小银行群 好 virus 梦 zeg